好,收盘了,现在2点56分,差也差不多了 今天是11月5号,周二 那收平的话,首先是有昨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过 对吧,大盘是收了一对红眼睛 这个红眼睛,常态是市长的 对吧,这是昨天的文章 那跟大家讲这个的话 不是说,哎呀,那今天就长了怎么样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说要讲这个,是教大家看一个联动 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讲过当时的证券 大家看一下啊,在今天没有走出来之前 他率先出了一个什么,攻占21的这个动作 这个21是1162 我们把1162可以什么,画出来 大致上啊,就在这个区间 他的黄线也好,他的白线也好 都是已经过去了的 所以的话,那我们就有必要去盯着什么 大盘是不是今天会攻占他的一个21位 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证券 那证券,他是不是今天就在接在地 然后的话,我们把下面的线都去掉啊 是不是就攻克了10顶 并且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打到这根高梁出来了 对吧,打过了他的底 也打过了什么,他的21 就只差什么,平他的10顶 以及这个虚顶了 这就是讲的证券 但证券呢,他不是天天都会去助攻大盘 那起码的话,我们目前就可以看到 大盘在这里有了一个刹车 以及有了一个换挡的建构 所以的话,这个换挡 他会继续向上来挑战这个强压的这个区间 那在这个强压的区间 如果指数放了量,出了音 他的这一波换挡,他就结束了 之后就会下来等待一个加油 所以的话,那大家想一下 目前来说,这个证券 他是不是领先于大盘 对吧,证券在这里 他是不是有了一个刹车 之后在这里起注 是不是来了一个换挡 那目前是不是率先已经攻到了强压的最后这个部分 也就是什么 他的实顶以及他的虚顶 所以证券的话 我们就防一下后面的一个下跌 常态这个换挡 攻不过去 他就会出音 但是大家想一下 前面我们都不讲证券 那证券在这里有了刹车 有了换挡 如果后面开始回调 咱们是不是应该盯一盯他 为什么 因为一旦在这里不破换挡出次扬 那证券他是不是走加油行前了 加油 比有什么 一冲 那这个里面的板块 里面的个股 咱们要不要短线去看一看 提前选选于 对不对 这就是讲的一个证券 好吧 我相信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明白了 那同理的话 那大盘目前正在走换挡 他也开始什么 突破了这个强压的虚顶 因为这里最高的成交量 是不是他 对吧 那不占完他的顶 那是不能够继续上涨的 所以大盘就目前进入了一个强压区间 那暂时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目前正在走换挡 好 这就是讲了一下关于大盘的情况 那板块指数的话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按涨幅来算 今天是权重在哪 对吧 银行煤炭 包括什么石油 证券上午在这里 后面下去了 干净没有 他早盘在这里助攻了一波 但是呢 实际上的涨停加速 现在是不是题材与这个难酬类的 他在同时进行 对吧 这里面有房地产 有汽车 有元器件 有软件服务 那这些板块之前都跟大家讲过 那今天呢 倒是有两个板块 设计想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看一看 第一个是这个元器件 那元器件首先它是过了风 对吧 是不是把这个风的高点给接过去了 但是我们要需要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根高亮音啊 那元器件率先 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缩量过高亮 那只要明天回踩不破掉头 那它是属于什么 金钱来说比较强的 所以在新科技里面 我们就什么 暂时偏重 倚重于元器件 可以到里面去选一选于 好不好 这是讲的第一个这个板块 好 然后的话 讲到这个概念板块的这个里面 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下什么 讲一下行业概念板块里面的无人机 为什么 无人机是不是也过了风呢 但是无人机的这个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摆高是不是在这儿 今天是不是突破了 对吧 那这种突破是没有态度的 那这种突破就是有态度的 那同样只要明天回踩不破掉头向上 或者什么继续向上跳空 那就是对它的一个确认 所以在新科技的板块里面 咱们什么 尤其是国防军工等等 我们就多参考一下这个概念板块里面的无人机 好吧 它能够走成这样 里面必然什么 会有牛骨在领头 好 那么第三个是之前跟大家提过的国防军工 国防军工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它今天也是突破了什么 突破了左风 它既突破了这个主要的主风 又突破了什么 这个左风 这个次风 而且也是用了一个什么有态度的跳空羊 所以的话 那它只要能够站稳了百日高量柱 它就能够什么 起鸿图 所以咱们选鱼就优先到以上的讲的这几个板块里面 可以去选一选鱼 好吧 这是跟大家讲的 好 那讲完了这个的话 那我们来讲一下个股的情况 这个的话 要从周四的什么高标股的一个下跌开始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个股的一个跟随 对吧 纷纷的跌停 我记得那天是周四跟大家讲的 好 那么有一支票是在当天的晚上 带大家去复盘来复出来的 那它刚好是逆市的 那天人家在大跌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大涨 这一涨还涨停板 过了左风 那它过 它不是过 它就要回踩不破 或者什么继续向上 结果它来了一个什么跳空音 但是这个跳空音一直到截止到收盘 你看它已经打到了跌停 看见没有最低的位置 可是它的收盘是不是也没有跌破它的底 就是说这个封顶线的底 对吧 好 那既然它出了阴 那你想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王牌座的话 那就是一二 是不是需要看第三天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那它是不是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反暴 但是我们注意 既然它用涨停 又用大阴 然后又用涨停 那它有没有可能会来一个什么阴阳为马枪 那我们就要结合一下 那这个就是属于当天的跟什么 跟大事不同 它是逆势 人家在跌停 它就报了一个涨停 好 人家跌幅缩小 它反而来了一个什么 它来了一个大阴 对吧 因为这跟下影线变成了蓝色 就是说它最低触及到的跌停 对不对 然后随即来反暴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逆势当中的一种 我们去选票 不管是利用大跌还是利用大涨 我们就一定要选择什么 选择它不同的这个是 好 那还有一只票呢 叫做什么 这个票 这个票的话 之前我们是有学习班的朋友 他前面在车上的 好 这里来了一个什么 一根跌停的大阴 是不是把这里全部都给跌破了 对吧 那你想 常态来说 它是不是在这里要继续下 那这个缺口究竟能保到哪里 是下跌途中 主力定底 它是保住这里 还是跌破这里 保住这里 还是最终要下来 那是要主力来定底 可是昨天呢 它是不是依托这个大阴的实体 它却没有破 然后继续什么 缩量 但是我们讲过 它不过鬼门关 是不是还要往下穿 它的鬼门关是一毛五 不是一毛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 它就有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什么问题 请问这是不是长阴矮处 好 这里继续缩量 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前面这么多的量 跑哪儿去了 靠这根阴线 可不可以把这点货给派发完 那就肯定不会 随后呢 它随即今天 是不是直接就顶了一个一字板 当然一字板没有什么 没有参考的一个价值 没有参与的一个价值 谁都上不了车 那是不是证明这里面的资金暂时 它还没有走啊 那没有走 那我们就关注了什么 关注了它能不能够继续上 那能不能够继续上 首要的一点 这个地方 请问是不是一个摆高 对吧 那它就要什么 站稳它的顶 那我们一看 这里是首次突破 然后一二三 诶 它是已经站稳了的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是已经被它攻克了的 所以那我们接下来 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它能够站稳它的十顶 然后呢 打破它的前高 那它就会继续上 那原则上来讲 假扬 它是假扬吧 因为魏国二一 对不对 那假扬是需要真扬的一个确认 那确认的话 那你想 它做王牌 这是第一天 明天还一天 是不是后天就非常重要了 对不对 我们就需要看 后面的这一根基础 那至少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做了一级刹车 因为前面的刹车 是不是失败了 被这根大鹰给干掉了 所以这个王牌 是不是咱们就不看了 好 这就是讲的什么 这就是讲的 透过它的量价关系 你去看主控 同样是下跌 中间的一种模式 对吧 我们要去看 同样是涨或者跌 怎么样去区分 找到我们需要 有价值的票 好 那另外 我们再来看一个 叫做什么 久远银海 那久远银海 大家也知道 这一波 它是比较强势 但是呢 这根高量的板枪 它不能够站稳起顶 它就涨不了 所以它高开低走 它就下来了 那下来的话 你想 我们常态 把这个地方 看成了一波 那既然这里一下来 我不管它是凹口 有斜勺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 首次过往往有回落也好 它离不开的是一柱一线 你说它要不要做建构 没有建构 请问它如何上涨 而这个建构是干嘛的 它是不是为了攻克左侧的压力 它攻克得了 它就会涨上去 它攻克不了 它是不是就会下来 我们一直在前面 大盘的第一轮上涨回调的当中 就一直强调的 有很多这样的票 去做这样的建构 对吧 但是因为当时的时间原因 很多建构还没有完成 OK 那我们就看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它就只要不破它的底 后面出次阳是吗 当然这里是刹车啊 我不管它走到哪里 因为它要攻打 这里的强压区间 对不对 那它下来的话 只要不破这里的底 出次阳 请问它 是不是就来了一个换挡 好 所以那我们看 您看 它是不是就攻到了 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不是至少看成了 它有一段刹车 好 之后我们简绝一点 然后它开始回调 在这个地方出的次阳 请问它是不是有了一个换挡 那换挡之后 是不是需要等待一个加油 所以它在这里跳空 掌停 是不是就出了加油了 然后的话 我们讲过 它所有的建构啊 均是什么 均是为了去攻打 它左侧的压力 那我们把它标注出来 这样的话 对于大家遇上了这样种票 你就知道如何去看它的节奏 这一段的刹车 它是不是试探过了 这个鹰的二一 以及什么 它的实体 但是为过骑实顶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它在这里起注换挡 那是不是就应该 回收它的二一 最终去打过它的实顶 对吧 那实顶 它需要一个什么 站稳的过程 然后呢 它是不是再出起注加油 然后明天 只要过了这个地方 就OK了 所以的话 那在这里来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清楚 这里是属于什么 这里是属于一个刹车 那这里是不是属于一个换挡 那请问它在这里 是不是就来了一个加油 所以你想 它前面有一波 打下来了 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是不是把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凹 所以我说 不管是什么 首次过也好 还是凹口也斜少也好 它是不是离不开 一注一线一建构啊 所以您就一定要学会看懂 好不好 因为大家很容易什么 很容易手上会遇到这样的票 好 那另外呢 当然也有强的 什么 对吧 因为这天是不是也是一个大跌 对吧 高标股它的一个跌停 它也是逆势涨停 那这天它的涨停是不是打过了它的虚顶 也打过了它的什么 十顶 那过不是过 需要回踩不破 或者什么 继续跳空腾笼 您看它第二天 有没有出一个腾笼 那这是不是就确认过了风 好 高标股海能达 带动了所有的票 在大跌 它却逆时上涨 然后一确认 那你说 它是不是应该要走逆时行情 所以它今天直接 是不是就锁仓了 当然我不是讲 这个一字板 一字板咱们没有上车的机会 这就是什么 同样是透过市场的一个大跌 我们懂得去复盘 究竟应该看哪些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鱼 而透过我们去观察的这些鱼 是来自于我们观察它的量价关系 以及什么鱼左侧的压力关系 你只有看懂了这个才可能什么 才可能去继续向上 对吧 好 另外我们再讲一只这个票它也是一样 那你想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也是面临着一个过锋 而且它是一根什么高亮柱 实体娇小 最终就一定要攻过它的虚顶 是不是才行 所以的话 它在这里一走 它打了一个什么 它是不是打了一个长上瘾 对吧 那就打了一个长上瘾 但是它实体一般 所以的话 它是打过了它的实顶 它是位过它的虚 对吧 那单枪常态是看跌的 但是此时它是不是已经走了一个变态 为什么 丁三防四第四天应该看跌 结果它来了涨 那既然是变态 我们是不是就应当继续跟踪一下 好 结果它是不是下来了 有没有下来 好 下来留了一条长腿 这个地方就没有站稳 没有站稳的话 那你想 既然这是一根羊 那我就看好了它的什么 阳关道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根中阳 所以你看好了它的阳关道 好 那你想 在这个地方 它又出了一个什么 又出了一个板枪 这一次的这个枪是不是捅得更高 你想 前面 它是捅到了这个实顶与虚顶之间 那这天是不是就捅过了这个虚顶 那你想 王牌键 我们讲过 等三天 对吧 这是第一天 这是第二天 那既然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高量柱的瞬移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常态 是看跌 还是看涨 因为高量柱是不是常态 应该看跌 你看这里的高量柱 对吧 是看跌 那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产生的高量瞬移啊 就是说它的量比它更大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1119279 这里呢 是101 对吧 那就很明显 那我们就结合一下左锋 就看好了什么 这根高量柱 它的底 以及什么 它的虚顶 对不对 好 那紧跟着 它是不是没有跌破它的底 好 在这个时候 最喜欢看双剑的朋友 就会发现 这里有根上剑 这里有根下剑 上剑统天 常态最好是放量 为什么 代表了它往左侧打出了筹码 那么这个下剑统地 它最好就是什么 缩量 说明了市场的一个吸收 但是双剑霸天地 后面是需要确认的 只有确认了 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涨停 那目前这个双剑 你想摆在了什么 摆在了这个左锋的区间 是不是它的意义就不同了 你比如说这个双剑 如果摆在这个下面 或者这个下面 它的意义是不是不大 所以那我们就什么 就需要去盯好 尤其是什么 这还是一个什么 有高量柱的 产生一个高量瞬移的双剑 对不对 所以那您看 它今天是不是就确认了 就打过了虚 也打过了左锋 并且形成一个什么 缩量 是不是过高量 好 那既然是缩量过高量 那您想 它明天是不是同样需要回踩 此处不破 掉头向上 才能够涨 对吧 因为射手最怕的 就是很多朋友 老师喜欢问那句话 这个票明天能不能够追 对吧 他是来要鱼的 他不是过来学习的 那他看不懂 好 你告诉他可以追 或者不能追 好 到了后天 他又会问 老师这个票涨了 按道理涨了 你应该赚钱了 后面应该怎么办 好 或者跌了 老师我没有看懂 被套了 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就不是什么 不是诱缘 股市是很凶险的 咱们一定要把基础学好 然后要看懂建构 然后再去参与 好不好 没有看懂 你就不要去参与 以免什么 自寻烦恼 所以给的案例 也是这个意思 看得懂的 他自然就懂 看不懂的 咱们就什么 可以把它当成真正的案例 我来预判 假如他上 应该怎么样 假如下 应该怎么样 后面自己 随着自己的学习 越看越明白 确实 这个预判 也越来越精准 我是不是可以试盘 我是不是可以上一点点仓位了 这个才是良性的循环 而不是什么 我也看不懂 反正一讲 那我就去打 打了第二天 涨了 好棒 好 然后一跌了 来怎么办 对不对 这就完全就不是射手的本意了 好不好 好了 那原则上 大盘现在进入了一个攻打强压的区间 在没有初音之前 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什么 看涨 然后的话持股 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好吧 今天跟大家点出来的几个特殊的板块 包括是什么 尤其包括后面的证券 如果将来回调了 它有可能会有什么加油行情 咱们就一定要盯着它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收集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